謝謝 美女, 有什麼能幫你? 我想問阿嬌在哪裡? 我是她同學 你是Alesha 阿嬌經常在我們面前看起你 原來你真是這麼美女 小勝豬, 叫古莉 你可以叫我英文名字 Chocolate 你的名字好可愛 你的樣子也好可愛 我叫豬肉網 你可以叫我英文名字 John Drew 你別失禮了, 你的發音都錯了 就像你英文那麼好, 是嗎 對 你們當然是阿嬌的大哥和二朗 你們都很有趣 過獎 阿嬌呢 他剛剛去了洗手間 那我進去找他了, 再見 再見 我這位 沒事吧 沒事 你的臉都青了 想怎樣?你的胸口髒了 胸口是我,不是你的 難得我會如此投契,方言好 良兄,你為何一直看著我 賢弟,你不屑女兒身 為何你的耳朵上 會有耳環的痕跡呢 良兄,你何必多耳 賢弟抱病,明天早上 我就去找大夫娘看你 今晚我就拿了子女陪你吧 男女授手不親 那何況… 何塌二面呢 你為何將餘氣當作女兒身 你是否拚得有點不徒 好了,戲就跟大家重溫完了 上星期叫大家回去做功課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要分享 我覺得古時的人都是男專女卑 女性沒資格讀書 才會造成後來的悲劇 他們實在太歧視女性了 我不認同 古時讀書是一件奢侈的事 男主愛,女主愛 所以只讓男人讀書也很正常 社會結構是這樣也沒辦法 你們說的話也太表面了 這部電影是在60年代拍攝的 但電影裡也有一個亮點 而只是在五、六十年代是特有的 不知道大家又能否看到是甚麼 在五、六十年代的電影裡 很多時候男主角都會由女演員反串 除了梁三伯和竹英台之外 還有粵語長片的任劍輝 都是當時的代表人物 除了女演員的名氣之外 我覺得是因為當時 女性的社會地位低微 如果由女性反串男角色 可以更得到女性觀眾的認同 還有,正所謂男女受受不親 真的嗎?女人和女人做起親密氣上來 就不用避忌,可以鎖定一點 這樣是不是真的騙人? 女人就女人,男人就男人 你怎麼可以為了接近異性 就男人扮女人? 阿Licia?阿Licia?誰怕你生氣?